台湾市財政稅務叫11月分開前10-09年 地價稅去叫期間是到11月帶來雜誌 因為說今年雜誌期不是這個假期 所以說財政稅就有好友賓賞 要在期間裡面完成到 叫勒票便參行到智納金 因為大家提醒11月30因為沒有逢假日 所以它是最後一天的繳納日 當然12月1號2號還沒預智納期 所以還不會罰款 可是原則上我們希望大家在11月30日獎勞 因為在稅務來依化到行動支付的苦勢 就算稅加了剛才習慣 它的金融機構和四大橋上 和手機的行動支付之外 現在還有最新的台灣FID的APP 可以來做輸用 下載之後來安裝設定 差稅交稅讓人相當方便 透過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系統的 就是透過用自然的憑證 或者是工商憑證 然後那個就是健保卡 然後還有最新的就是台灣懷斗的 台灣行動身份識別 用這幾個工具 我們就可以在線上查繳稅 這個連稅單都不用就可以查用繳 可以用那個下載就是行動APP 就是APP 然後透過這些APP 然後我們也是這樣子來繳納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方便的依化新招 他在最久也提醒說 今年第幾歲的繳納到月底 超過到這個期間第三天 起導致了這個問題 並且要如期繳納 他這個稅單或是打不去 可以利用繳納到 多公寧稅務幾台補單 或是利用稅務去靠房間 來刷上差繳稅 我們在新聞等下 加在南菜漢堡的